比赛级的压连是真的强势啊 对线除了司宫阵马超蜜月 几乎没有对手 而且上面这几位 如果你手法压制也打得过 同时还是一个后期英雄 真的无敌 这把队连达摩 压连打达摩是可以做到全程压制的 黑GJ买不在墙线 一刀前排兵两刀后排兵 这里小兵位置没卡好 一不能同时刮到三个了 那就先刮后排兵 前排兵有自家小兵打 达摩先上二 过来打了我一波状态 但他并没有选择跟我死拼 光这一点就能看出 这达摩肯定是个老手 对线压连是非常有经验的 最后达摩说回去了 那咱们直接拿核心 等我一交完后 达摩又冒出来了 不得不说他很聪明 此时被打核心 达摩抢核心就打达摩 这里的二没有预碰到他一位置 想继续压他一波 血线又被他一进了拉开 这达摩很会玩 知道打爱兵的核心就在于消耗 此时再打下去必然被动 趁必先交会 这达摩没过来之际 赶紧用一快速进完一波线 然后立马回家補状态 不然的话 由于血量的关系 就要被对线压制了 交往血回到线上 满血压连队满血达摩 他是打不过我的 对抗路一回到了我压制他的状态 自己现在对面打可能也在 第一时间提前生死 到时候寒性上了 咱们大招更加补伤害 他交闪了 直接开机宝追 飞来了 现在肯定跑不掉了 追上去看看能不能给达摩换掉 本来以为死定了 这里飞应该是二线用完 上不了墙了 那咱们直接消洒离去 对线一开始保持压制 相信很多压连玩家还是能做到的 但很多压连玩家的问题就在于 打着打着突然就打不过了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一点 那就是不恰当的支援 像这种对线优势的局 你只要在线上待一秒 就能压制一秒最少 是根本不需要支援的 如果在B线加快后 你还没有回到线上 那么就会让弱势方 比如这局的达摩拿到线权 现在被轻忘了 就少了一波压制打磨的机会了 特别是去支援了一波后 被打的状态 回来再面对满起来打磨 直接就打不过了 这都是导致你对抗路线用逆风的原因 总结一句话 什么时候该支援就是 在支援完还能保持压制住对手的情况下 再去支援 这句话心意量很大 可以好好理解一下 来到三分半的这波团 也去打起来了 但此时退后路线几样交汇 如果这波我上了 被打的状态的话 回向上面对满起打磨 我是不是就打不过了 所以这里我们是不能轻一上的 但注意 此时达磨也在 那就不一样了 直接上 直接开机把打了起手 坐地先说太医 再A刀接三张于霸体击飞 二层就再把张网拿下 打到这里已经打不起来了 可以走了 继续回家去压制达磨 但达磨没有及时回下 那我们也不必着急 完全可以先反掉费的两组手而已 再回家清线 因为达磨并没有在我不在的时候去推行 接下来的对抗路 我三杠了一起装备有一定的成型 那么达磨肯定是打不过我的 此时就在线上一直压制达磨就好了 完全不用有支援的箭头 如果达磨去支援了 我们清完线 再耗手去完全来得及 支援是有一定的概率 能把队友建立优势 我在自己就能建立优势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去补一个概率呢 只要对面不来人 我包掉就打达磨的 当然对面来人了 也不一定能抓死我 非来抓我没抓死 对我那边多一个人有优势 也相当有变相的支援了 第二时候呢 达磨是可以多去支援的 因为在线上也打不过 某些时候需要去补那个小的概率 像这里他支援就没有打起来 咱们也不必再支援过去了 直接把达磨的塔拆掉即可 达磨如果还不回下 那我可就要拆你的二塔了 果然把达磨召回来了 牢牢占据主动权 且一个人单压达磨一千多经济 如果麻烦能做到这样 不上分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说 达磨如果去支援 把队友打炸了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 在已经有一路线U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面对团数后的最多两路线 实际上很多时候 都只需要面对少人一路线的压力 以我们自成的经济优势 心跳完全是问题不大的 凡数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当然这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一个没有经济的对手 他也很难在支援的时候 把你队友打烂 更多的时候 是支援了也开不出节奏 那这里9分钟 直接单带掉达磨的二塔 到了10分钟 已经A上达磨的高地了 这里还是被散开了 过来跟一下 我经济很高的不要怂 大招起手 面对三个人情形下干张量 可以看到是完全不落下方的 且还留有余地 一切磨都没交 他也有大仙走 不急于一直 队友大桥的话 装后期可以多带线 打起来了直接大到过去 再往下的同时又能见过团战 收完黑暴后 正面打起来了大桥给大 那直接传过去 经济高的一匹 还有暴君 根本不能怂 直接开打 大三个再接三段一霸体 接着三个 打出成敦AOE 且我几乎没掉血 继续转上去看对面 二接三段一 直接拿下点点 一个人 就把对面五个干的不要不要的 凭借人数优势 这波团也是直接一波了 那笑 这就是宝团可乐